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张身高菲律宾国防部说那从去年有一艘中国海警船用军用级的雷射照射一艘菲律宾的海防船只以来马尼拉已经至少和18个国家签署或者恰定签署新的安全协议他说速度的很快他说马可是去年出访将近12次其中多次都在寻求安全协议 跟军备菲律宾的官员说呢他们正在建构一个同盟网同盟关系可以嚇阻北京在有争议的海域的侵略问题 他在华盛丽邮报在提到说除了深化菲律宾和美国的同盟关系 同意呢美军扩大使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马尼拉的安全结盟对象不是只有华府 菲律宾的官员说如果完成了刚刚说的这些协议将会给予菲律宾全亚洲最强健的安全网之一 并且使国际社会在越来越紧张的南海有更大的厉害关系 你怎么看菲律宾的反应你觉得这个18个协议是菲律宾马尼拉小马可市政府自己的大战略建构推动出来的吗 他是傀儡而已 这是美国的设计 美国的协助 美国的主导 你看看那18个协议 我正在讨论的绝大部分其实当然都不是像菲律宾跟美国的所谓的共同防御的这个协议不是他可能就只是海景海上或者是说一些可能的那种军事互访 比如说日本跟澳洲现在跟菲律宾要签这个RAA他们叫准入了就军事部队可以进入到你的领土里面 这算什么 这只不过是你一个国内法让人家的军队进来 因为人家军队代表的国家主权嘛 对不对 那你进来的时候你既然不是使节 你有什么需要如果你不是演习的时候 演习是在个案的邀请之下 对不对 那因此而且通常演习所带的这个军备 是有限的在中俄之间的那个演习他的军备这个是可以提高的 我们看到最近一次中俄的那个联合演习在在宁夏那边吧 那非俄罗斯的非基督道 所以这些东西叫安全协议你把那个拆开来看一下 这就是基本上其实是一种大宣传也是一个策略这个策略就行行显示出在这个议题上我不孤独的在这个议题上这么多国家支持我跟我站在一起的但有没有一个东南亚国家你把跟越南所签署的那个海上共同合作那个叫安全协议的话那我就算了 可那个不能这样讲嘛对不对那越南有跟中国大陆有签了是啊而且执行的更彻底啊对不对所以其他的东南亚国家有跟你签吗有跟你讨论吗是不是所以很清楚这是美国的一个设计跟策略他是要整个去支撑小马可是在这个南海议题上在人爱交易题上让你觉得你不孤单你后面有人在支撑着你但是他自己大概都心虚啊 嗯这个支撑第一个不是真的等于是伸手援助我嗯这是旁边在摇旗这个呐喊嗯那第二个呢他这些东西就代表着他接下来会采取更进一步军事上动作吗嗯我看也不是这样子你刚不提到就是上一次人爱交事件的时候呃水炮打到那艘两千顿的嗯菲律宾的海这个海这个叫什么他们叫做 海警海巡海巡海巡那是日本给的对嗯玻璃破了那船还蛮新的四个人受伤了嗯那结果那一天呢小马克思自己说呃这个还不足以引发这个启动嗯美飞共同防御条约对自己先退缩了嗯对怕别人误解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呃美国的这个设计跟用意在背后是比较强 那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嗯他第一个要强化就是在第一岛链当中菲律宾啊就是说跟中国大陆在南海议题上的这个对峙嗯对知道什么地步其实这是个大问题嗯他希望战争的发现发现吗发生吗呃其实看起来他显然是不愿意就是说战争的这个发生至少他自己不愿意介入嗯OK 对那菲律宾自己大概也知道啊可是呢小马克思为什么这么积极连续出国十二次嗯都在谈这个一年出国十二次啊嗯所以他大概把他的这么穷的国国家来讲出国上很多啊他在把他对外政策这个当作No.1对或者是唯一的嗯啊你没有看到菲律宾在就是说洽签其他的这些经贸的协议啊等等之类很少其他他大概大概都是在东协的这个 架构构之内嗯然后呢他跟澳洲去搞了一个特别峰会嗯啊做了一个很大的秀对就是去联爱交的行程就放在一起嗯那带的CN带的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一起上去结果呢被人家玻璃打破四个人受伤嗯然后自己说起来说跟美非这个共和防御无关嗯啊我看他其实大概也在担心说美国的支持这个支持能到达什么地方 嗯他自己也怕变成就是说冲的太快啊结果造成真正的冲突的时候无法收拾嗯而最后变成他自己的这个很大的一个负担嗯 这这次的在仁爱交的就中非之间的海巡海警部门的冲突啊我觉得他是一个 他这个示范那那那示范呢是什么那示范就就是除了我刚说他的时间的序列啊嗯那中国看出你菲律宾故意这那前一天呢小马可是呢是在跟澳洲的这个特别峰会上头讲话对他做kino speaker他的他讲话讲话的时候呢释放的调子基本上面是软的 就是菲律宾人基因里面的都有了中国基因嗯所以呢他他并不排斥的跟中国修好他真的这样讲他他确实这样讲嗯这个调子可是呢讲完了第二天呢这这个还菲律宾的海就他的这个这个就说呢coast guard就往仁爱交来 一样是2加2就是两艘呢他的coast guard两艘的渔船跟上次的配置一样好像 小马可是讲的话就中国就放放他进去不中国在上一次的时候我说中国已经已经被你耍了对你上一次的时候呢你是两个司令包括了菲律宾的参谋长 菲律宾的参谋长乔装易容穿着呢一般的老百姓的衣服然后呢然后混进去了结果呢到了仁爱交的再换上军服呢 直直播然后呢对对对菲律宾的国内的做大内宣嗯你上次呢中国的海中国的海警放你进的进去结果呢你玩玩这一套这一次你还想要你还想要放你进去那就没有这么容易了但是当了 中国大陆的海警 用了拦截的方式呢就不让你进去你让你运补呢都不让你运补 最后呢动了水炮动水炮呢我认为的也给了也给了金门看 也给台湾的海海巡看就是我没有这样子对你 我如果真的要这样子对你的话呢我如果海警要在金门附近水域执法的时候台湾还有执法的空间吗 或者说如果你是台湾的海巡 你看到菲律宾的在这场的中飞之间的在仁爱礁附近的小规模的冲突 粮关水水炮的基本上面就把你制的服服贴贴的 那 那个释放在讯号就是台湾的海巡如果在金门金下海域 碰到了大陆的海警的时候如果发生冲突大概就就是这个样子 那个呢是一个 是一个 呃 让全世界看到大陆海警执法强度的一个videotape 让大家的都都都都能够能看得到 好所以呢 你现在看到呢 小马可是的这个动作因为他挑了仁爱仁爱交 那持续在仁爱交当中的去加码 那个是呢小马可是在个人累积自己的credit吧 我我我我想了毕竟 那就看中国大陆经理什么时候呢对马马德雷三号动动手 我老实说马德雷三号如果没有清干净以前了 菲律宾的这个都动作不会玩 但是马德雷三号一旦拖走了之后啊你连运补的借口都没有了 运补借口都没有的时候那你菲律宾还拿什么理由来来靠近 我认为菲律宾可能没有想清楚这一点 可是觉得在短期之内 你刚提到今年内 大陆这边会把马德雷三号给拖走吗 如果如果非菲律宾持续保持这种的强度的话 我我我认为的这可能性是很高的 菲律宾保持这个强度除了马可思他累积他自己个人的内部的资本 因为他想要修改法律他要竞选连任吗 当然也有美国的关系 不管是他家族跟他个人跟美国的关系 还是说把柄还是说利益 不管怎么样 他现在对 能爱交所采取一零串的运这个作为 除了美国的这些 以及他个人因素之外 是不是也有考虑说是 担心说马德雷三号在不动作的情况之下 可能会被拖走 因为 我们我们的意思说 双方如果说都以马德雷三号在或不在作为一个 这个引爆点的话 那这个马德雷三号被拖走就会引爆一些事情 对就是 今天仁爱仁爱交的事了之所以 一直都有炒作的空间了 就是因为他一个symbol 他有个马德雷三号1999年呢 因为这边一直说我 我要去运补 对我要我要我要去运补而且那个马德雷三号摆摆摆摆在那上头上头呢有我的水冰 那始终都有几个水冰了在那个地方 他确实是一个国际宣传很好的工具 没事呢拍个直 拍个就说的视频 而且菲律宾每次靠近仁爱交 一定带大量的记者 拍大量的影片做国际的宣传 这次也一样 那解解放军慢慢已经已经的不理你这套就是对大陆来讲就不理你这这套 我知道你在秀 我知道呢你在你在在做国国际宣传 可是呢所有的焦点 所有国际宣传的重点 他会有画面感就是因为那个马德雷三号 那马德雷如果你去这样搞下去的话呢我认为今年之之内大陆把那个马德雷三号处理掉是有可能的 处理完了之后你就 画面上面来讲就没有那个symbol的存存在了 算我们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的小马可是 但是他运作连任背后 菲律宾人可能都都想想不清楚的逻辑我如果是美国 我在菲律宾的上一任总统杜特蒂身上吃了大亏 杜特蒂甚至于的我把它列为不而不受欢迎的人物 你看的从欧巴马时代跟杜特蒂的关系有多有多差 好但是 对美国的来讲 他非常清楚的知道菲律宾现在的政治呢是不稳定的 什么时候又出现一个呢 非常反美的领导人 不知道 所以如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小马可是 这么听话的有把柄在我手手上的 我努力的在小马可是任内修法 小马可是能够做一任是一任做两任是两任做三任 最好一直做下去 让菲律宾不再出现任何像是杜特蒂这种反美力量 我认为这是美国第一优先考虑 我觉得大陆这边 如果说菲律宾修法真的可以 总统连任的时候 马德连号 不要 没有二话就脱走了 因为这个事情会继续下去 对 因为这个连任一定小马可是连任 美国会帮他 但如果说他没有 达成这样子的一个修法修宪法的目标 的话马德连三号变成一个 会不会是一个陷阱 因为你要脱走的时候 上面有人 上面有 有武器的 他会回应 可能会造成人员的伤亡 这是有可能 这是美国想见到 然后你脱走之后呢 在菲律宾内部的这种 气氛跟民粹 会突然几倍的高涨 一定的 因为脱走过程不会这么顺 这个顺利 而且脱走本身 他的这个 就是意涵 非常的强烈 所以 反而会不会 让菲律宾内幕 内部的民粹 强烈到 去修法 然后让小马可是 可以连任 我觉得这个是 可能要考虑到 就是说 我们讲 设陷阱 做这个状况 其实 有很多 层面 就是说 可能要连续性的 考量的 对啊 美国 美国这 这几年时间的 在第一岛链 因为他的岛链的 军事力量的 一直在 弱弱 所以他直接的 去去玩岛屿政治 去挑动 低岛链的 这几个国家跟中国之间的紧张 那这个 这个紧张的 就是 让这些国家 不管是日本 或者是菲律宾 甚至包括台湾在那个不安全感 你看到他在 他在 他的东海 他到玩的是 钓鱼岛 钓鱼岛让中 中日关系 多紧张 一样的 是海 是海 海警跟 跟了跟日本海上保安厅的 我问题 多么的紧张 人海交 让中非关系 多么紧张 一个小小岛 只要挑起来之后呢 就是一把火 那美国呢在玩这岛屿政治的时候 就是呢 他知道只要把他火挑起来之后 不用我去催促日本 不用我去催说 就催促菲律宾 日本跟菲律宾的比我更急着 想要强化呢自己的军事力量 强化自己的同盟关系 玩弄岛屿这政治呢是美国的在最近这些年 非常擅长 两岸之间的也一样 好的 金门的是归金门 但是如果呢牵涉到像澎湖 东沙南沙的问题 的时候你就你就知道呢美国呢 玩两岸之间 岛屿政治呢 那个是呢如出一策的 那对照呢 今天 今天的媒媒媒体的报道 美国呢 昨天啊美国昨天 美国参议院八八号前前天 批准了七十一亿美元 援助呢密克罗尼西亚跟 马绍尔 帛琉三个南泰国 的方案 七十一亿美元 二十年的时间 美国呢现在对于呢 岛屿呢 非常非常的在在乎 在乎的员只有一个就是中国大陆的海海军的起来了 对 中国大陆海权起来了 就长远来来看的时候 美国的海军成立了之后呢能够挑战美国海军的呢就就就是解放军的海军了 所以呢岛屿这政治呢会变得越来越明显 禁的可以呢挑拨 两国之间的关系 好像钓鱼岛有多大 人海交友有多大 坐下来谈不是不能够解 但是美国并不希望你去解决这件事情 他希望成为两国争端的永远化解不掉的就是 眼睛里的跑进了一粒沙 沙子 大家的眼睛的都很难过 好因为现在呢是时间的关关系 我要呢我要先放杨耀明走 不好意思 对因为杨耀明的待会儿呢在广角之库频道呢跟借文集的有节目 所以呢喜欢的杨耀明的跟借文集的待会儿呢可以的转台呢到广角之库 感谢杨耀明 这个今天这个对没有是我说不好意思对对对 这个 请大家 这个多包含对好不会感谢感谢 好那我们刚呢 在在在杨耀明的退场的时候呢我们我们刚的讲到一半就是美国呢在 在操作呢操作人海人人海交不管是在 菲律宾的现在准备在 在靠近了台湾的巴丹岛 以及卡加原神的这几个军事基地 要强化在这地方的存在 虽然菲律宾说呢他们之所以的在强化呢巴丹岛 强化呢在北边的这个时候 菲律宾的吕宋岛北边伸出来的这个卡加原神 的这个位置上面的军事基地 是为将来两岸冲突的时候 因为台湾有不少的菲律宾人 的这些呢 菲律宾的这些非老 要撤退的时候呢可以先到的这些地方的就安全 讲归讲 菲律宾基本上面 在地球上面的 如果如果除了我刚讲的南太的三小国之外 如果有一个国家的对美国的马首是是瞻的第一名的大概就是菲 菲律宾 那菲律宾的是美国 过去唯一的殖民地 操作的得心应手 在菲律宾尤其在马尼拉 那种的那种的美国的文化以及表现出呢自自己曾经被美国殖民 或者呢能够呢跟美国呢 沾了上一点边的那种的莫名其妙的被殖民的优越感跟台湾的某些被日本殖民过之后的那种 那种被殖民的优越感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菲律宾的七成多个岛屿 几个大岛部分来讲的 吕宋岛 跟现在的明达纳俄 那个那个气氛呢 差非常非常多 但是小马可是现在呢就是呢在操作的吕宋岛 毕竟的吕宋岛是主导 在操作的吕宋岛的舆论 而美国呢也乐观其其成 菲律宾如果能够修法 让让小小马可是 呃不止做一任 因为难得碰到这么听话的的菲律宾的领来领导人 机不可施啊 如果绝对不能够呢 因为小马可是如果一任结束了之后 小马可是如果没有连 也连任 那谁会上来 很可能是杜特蒂的班底 很可能是杜特蒂的女儿 总而言之呢就不会在这次小马可是了 那对美国来讲太可怕了 美国呢在杜特蒂的那六年期间了 吃了大亏呀 所以现在的小马可是回来了之后呢 美国努力的在巩固小马可是的政权 你认为如果没有美国的撑腰 小马可是呢敢去谈要要修法 要让自己呢要改变了 菲律宾的就说的一任制嘛 小马可是的背后是美国的盘算 就是绝对不能够让小马可是之后 再出现一个 再出现一个反美的菲律宾的领导人 所以给小马克小马可是两年的时间 老实讲这种的这种的处理的方方式 跟老马可是有不一样吗 老马可是呢后来呢成为了全球贪腐的代表 老马可是呢成为了不断的 不不断的连连任从一开始 一开始的时候呢 老马可是也仿佛呢是菲律宾的希望 也那个时候呢台湾 在蒋介石的时代呢都还常常 派一些的团体到菲律宾去考察 你知道那个时候菲律宾呢真的是亚洲民主的 除荒啊 经济也不错 在小马老马可是刚上台的时候 台湾经常 那个时候呢要出国留学 如果能够到美国恭喜你 如果能够到欧洲恭喜你 但是也有很多 也有很很多的在当时的年轻人 如果不能跑那么远 没有没有这么多的 钱 跑不了那么远去哪里 去曼谷 还有去菲律宾 所以呢在那个时 时刻 大半个世纪之前的时候呢 菲律宾的是 美国的亚洲的民主的 橱窗 是美国的唯一的殖民地 留给了亚 亚洲的好像种的政治 是资产 在过去是这样子炒作的 但是 老马可是为什么后来呢 变变变成是一个 地球上面的 贪腐的代表性的人物 今天你看过许多 许多的这些呢 知名的著作 在讨论政治贪污 的时候 老马可是 是代表中的代表 样板中的样板 要瘫到最难看的 就就是现在小马可是的 他们这一家人 那老马可是哪来这么大的胆子 最后呢 连爱奎诺的从美国回来 机场就把他干掉了 他为什么敢做到这个样 美国的撑腰啊 美国撑腰到后来呢 养大了之后呢 养虎 一患 现在呢 小马可是会不会变成第2个 我不知道 但是呢 现在讲还还太早 可是呢 当小马可是这种背景 在当初呢 是杜特帝呢 相当程度上面在支援 小马可是 小马可是呢 把自己表现的非常的谦卑 非常的柔顺 那个的样子 他去年的去到北京的时候 你都还可以看得到 可是呢 现在的小马可是并不是 小马可是正在呢 走上他爸爸的路吗 小马可是现在的 现在呢 在寻求的修改法律 要让自己能够连 连任 他想连任是一回事 最重要是美国希望他能够连任啊 因为小马可是一任到头了之后 再上来的 铁定是一个跟小马可是 非常不一样的领导人 那美国又头大了 美国为什么很担心 因为 是不是一个小马可是能够继续连任成功 他就决定了一件事情 他就决定了 除了中非关系会不会持续在南海 升危以外 让美国在南海有了一个立足之地的存在感 因为南海的周围美国唯一能够操作的就剩下菲律宾了 第二个 就是 南海行为准的准则 南海行为准则 只要小马可是在 只要小马可是连任 南海行为准则呢就落不了地 那 中国呢在 南海行为准则上面搞了这么久 从2002年的南海行为宣言 到现在已经2024年 22年了 南海行为准则如果落不了地 关键的就在菲律宾了 所以对美国来讲 这是一个南海的战略大棋盘 那你说南海这么重要吗 我不用再多的多解释 南海对于美国的印太战略来来讲是关键中的关键 所以那是呢层层套在一起的俄罗斯 我娃娃 印太战略 要要要能够稳固的运作 南海至关重要 南海非常的重要 这个时候南海的周围的菲律宾呢 就很重要 菲律宾很重要 菲律宾的内部的政局 小马可氏继续的一个乖乖的听美国话的一个政权 至关重要 好 把他设计美国话的声音 在北海的高峰 超过来的 感谢观看